昨天晚上10點21分左右 在內湖區康寧路山段巷弄內發生槍傷案 報案指出現場有發生爭吵糾紛 隨即聽到槍響 員警後報到現場之後 發現王姓被害人左腿受傷 隨即有119送往山總來搶救急救 沒有生命危險 本分局也派員前往來做介護 現場遺留15發的一個彈殼 也由監視中心採證 那本分局透過釣越監視器發現 犯險來返均騎乘機車穿著黑色服裝 到達地點之後 犯案的一個附近 就換裝變裝之後再去進行犯案 離開的時候再進行第二次的一個變裝 穿著黑色衣服騎乘機車離去 那這部分本分局也持續在擴大 調閱監視器來追查 犯險來返均騎乘機車 在傷者清醒之後 也做進步的進行筆錄 做進步的一個追查 那本案我們本分局也報行 施令地先出來做一個指揮偵辦 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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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